第十一回台港流域全体研究人文雅 二十多月秦祝后书生后会对八月十一号开始 对海外钓方向运动台港参加尊力度 一步一步来驾驶台港到有三国家公逢 此点委带今天是前往海外钓方向 秦祝收集给台港流域的合成 观点大家要向何水 传奇国家力度的行动 海定国社是台港河流特色会 将在八月十一号起床 对海外钓方向运动台港参加尊力度 驾驾驶台港到有三国家公逢 此点委带今天前往海外钓方向 秦祝收集给台港流域的合成 肯定大家爱向何水的行动 我们台湾山海郡国家绿道的行程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感谢 为什么呢 这是一个生态之旅 刚刚欧老师有说到 从热带到亚热带到温带到寒带 这是一个文化之旅 我们建设我们鲜明的一个 开辟台湾 从台江开始 那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 这个生态之旅 沿途的生态非常的丰富 所以呢我想各位同学不管是您已经走过了还是 现在第一边走 我想对不管是对个人 还是对学习都有很大的帮助 在技术会的现场有三位走过山海 准立地的 小台港流域研究林文鸢的校园 说出参加台港林文鸢感到很快乐 对海外走到游山国家公园 真有意义 可以跟同学一起走一段生态的录行 累了就找旁边的 就是旁边的植物的留下来的东西 然后去一起玩 就利用自然 然后让自己不要呈现那么累 然后让自己快乐一点 比较特别的经济就是大概2017年的时候 我跟他就是捡了旁边的大株子 然后拿着玩 就是因为沿途的话就是有些是公路 然后旁边没有什么东西 就会觉得蛮无聊 然后会走不下去 那就是转换一下注意力 然后让自己不会让自己太无聊 然后就可以坚持走下去 就是可能晚上的话需要喷鸡了 然后早上就不会痛 可以坚持走下去 然后沿途还可以认识各种植物 所以可以转换注意力 然后就会让自己觉得很开心 跟同伴聊天也会觉得释放压力 台南社长厚长林曹城标识 台港流域属心每当的苏家 会台港流域专地研究人文雅 已经成为在地的传统 爱乡火水的精神就得困难 记者陈家森 阿南枯 蔡凤博德 然后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